你还记得他吗?没想到他居然过住这样的生活!还要帮人洗马桶为生!太可怜了! 你还记得他吗?没想到他居然过住这样的生活!还要帮人洗马桶为生!太可怜了!你还记得他吗?没想到他居然过住这样的生活!还要帮人洗马桶为生!太可怜了! 俗话说出林要趁早,小小年纪就能跟大腕合作让人羡慕,但要说起跟大腕合作最多,可能谁都比不过他,唐宁! 说起唐宁喜欢看港的朋友一定十分熟悉他,他曾饰演过许多让大家熟知的角色! 1996年版的《笑傲江湖》里,唐宁饰演曲飞烟,那时候他还有点婴儿肥,嘟嘟的脸很至可爱!大唐双龙转理气质超群,飘然若鲜的是飞轩! 在温兆伦和郭县一主演的《牛郎之女》里,出演不醒别看唐宁他看上去年龄不大,但其实他是老戏骨了! 他在八岁的时候就在《纵横四海》中的试验又黏红豆一角,由此进入娱乐圈! 《纵横四海》这部经典港剧,有多少亲还记得里面那个年纪略显芝嫩的张国荣,秀丽角色的钟楚红,调皮搞笑的周润发! 记得举个手啊!而电影上映后,唐宁被评为最可爱的童星! 自这以后唐宁就常常出现在各影片中,他与许多大腕都有合作! 1991年,他在电影《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》中出演《黄家居的妹妹》, 又在电影《白发魔女传》饰演卓一航的童年时期,与张国荣林青霞合作! 看看他跟许多明星合作真是让人感叹,童年还是人家的好啦! 但是,虽说唐宁在《无限》演了虚影视剧,更是贫瘠! 《恋爱自由》是《天涯侠依》!是《奶兵团》三度提名TVB飞跃进步女艺人奖! 可以说她是无限从小培养大的女艺人,跟亲闺女一样,但她却一直不温不火,没啥存在感! 也许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,唐宁在2009年辞职离开TVB,到内地发展! 不过许久没有消息的她,被香港媒体爆出,因此直媒公开,不得不去餐厅做服务员,不但要写菜单招待客人,还得抽空刷马桶,生活得十分惨! 听到这消息,网友们都表示蓝寿相忽,再怎么说也是一代女神,竟要落得如此境地! 不过唐宁后来出来辟谣,那照片只是剧照,并非生活拮据! 原来唐宁回归家庭很少拍影视剧了,她在2010年宣布与香港舞台剧导演邓蕾杰结婚,婚后两人生活十分甜蜜,她在2011年和2015年产下儿子和女儿,凑成一个好! 这么好的演员就退居二线了,虽说有一些可惜,但能看她这么幸福,也唯有衷心祝福!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